一位童子问 师父说 若相信自信本自具足的话 那样的人就会有老实念佛的行动 将来一定可以往生西方 然后成愿再来度众生 如果他深信心性本自具足 他是念自信佛 他念念相应就念念佛了 这样讲不知道可不可以 假设有一个人 真正能够深信心性 他真的相信 近虚空变法界都是一个自己 既然已经深信 近虚空变法界都是自己 那么佛力也是自己了 名号也是自己 持明也是自己 这有什么不能信的 既然信都是自己 那么和一切人事物都不会冲突了 可是我们不要又太过眼高手低 又误以为自己就是这款人了 所以不必从一做起 一下子就要跳到三了 以为自己已经是三了 其实门都还没有呢 可能连一一都没有 一位童子问 如果他已经知道 自己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本自具足 他应该就可以深信了 他要经过信愿行三个阶段吗 另一位童子说 是针对没有深信的人 欧义大师用这样的方式 来劝你要能够信入 请注意这位童子所说的 如果他已经知道 自己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句子最前面有一个如果 也就是只是个假设而已 这位童子很可爱 每次都是假设一个很高的前提 当然如果真的已经知道 就好办了 问题是 那个已经知道是个假设而已 谁是那个已经知道的人呢 我们都只算是 听说有这么回事而已 事实上并不知道 更没有深信 就像 我们都说 我知道 梦是假的 其实 当做梦的时候 并不知道是假的 那就还算是 不知道 不能算是 真正知道 必须要连做梦中 都知道是假 才算是真正知道 打个比方说 交通规则 大家都已经知道 可是 可是如果过马路还会闯红灯 开车还会超速的人 算不算是知道呢 算不算是深信交通规则呢 这位童子说 知道应该就可以深信了吧 大家想 知道交通规则 应该就可以深信了吧 哪有那么容易呀 谁是深信的人呢 真正深信的人 是不是自然 守规则 绝对会守规则啊 真正知道的人 是不是不会违反啊 请大家特别注意 听说有这么回事 喊知道 是有相当距离的 知道喊深信 又有相当的距离 偶族已经教了我们 考察的原则了 没有愿 没有实行的人 是不能叫做真信的 初步的信都不能算了 当然不能叫做深信 必须要经得起 愿和实行方面的考验 才能够叫做深信 偶族说 信愿恨 非一非三 而三而一 请这位童子注意 先不要假设 一个很高很高的大前提 然后觉得低层的 全是不必要的 也不要先假设 自己已经是很棒很棒的 如果已经知道 自己就是阿弥陀佛 同时也会知道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就不会这么草草率率 轻轻慢慢的 要特别注意 特别谨慎 不要学了高的道理 就很骄傲地 忽视了基层的修持 金刚经就特别提醒我们 像金刚经所讲的 十项高深的道理 谁能信呢 只有持戒修福的人 能信 没有由基层做起的人 讲空中的楼队 全是说实属保 那天我们去看 放生兄弟 在荣总的时候 这位童子 看到 卷肾脏给弟弟的 放生哥哥 他在旁边 气不成声 哭成个泪人儿 墨雪也知道 其实这位童子 很有慈悲心的 每一位孩子都是 有福性可以成佛的 墨雪实在不忍心 好好的佛不作 要跑去做阿西罗 所以常常会泼 这位童子的冷水 正是疼惜每一位童子 不愿意童子们 断送了西方路 所以可能 有哪一位童子 觉得自己很棒很棒的时候 就是 要吃棒棒的时候了 请问 什么叫做 你已经相信 心性不可思议 这句话 墨雪程度太长 听不懂 因为真正心的人 起心动念 都知道 将有不可思议的功能 平常 岂敢 随便乱发电波呢 岂敢 草草率率的推理 随便怠慢 任何一个人呢 小时候读过一个童话 有个小女孩 提了一栏鸡蛋 要去卖 走在路上 她就一直幻想着 如果卖了鸡蛋 就可以买鸡 如果鸡有生蛋 就可以再卖 如果卖了很多钱 就可以买牛 如果有了牛 就可以做农场 如果 如果 自己就是个大富翁了 一想到 是个大富翁 心里很得意 可是 就在那个得意的时候 一不小心 不知道 前面有个石头 一个水沟 哎 滑了一跤 把蛋掉到地上 统统摔破了 根本 也没有鸡 也没有牛 也没有农场 还要收拾一堆的蛋壳 和烂掉的蛋 我们知识分子的失败 就是很能假设出 很高超的状况 而假设 和现况 有很大的距离 甚至根本就没办法 超越那个距离 结果 远不如 都不会假设 真正 呆呆地 一直念一直念的人 那么 阿弥陀佛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